這陣子很激烈 我真的不覺得你們 如果自己覺得自己試一下 儘管去試 因為連我這個 快要邁向四千個人 都很激烈 剛才我乘搭信 整個下午我在臨開節目之前 就是跟你們打緊 要寫信去 因為有很多東西你們是會 很多朋友都沒有了 OK 即是包括你父母出世次 你爺爺爺爺結婚證明 我不覺得你們會有 以前他從來不會問的 現在是要求你給的 我不知為何 他要很清楚地理解你的身份 即使你有一個舊邊人 這陣子很激烈 我真的不覺得你們 如果自己覺得自己試一下 儘管去試 因為連我這個 快要邁向四千個人 都很激烈 剛才我乘搭信 整個下午我在臨開節目之前 就是跟你們打緊 要寫信去 因為有很多東西你們 很多朋友都沒有了 OK 即是包括你父母出世次 你爺爺爺爺爺結婚證明 我不覺得你們會有 以前他從來不會問的 現在是要求你給的 我不知道為何 他要很清楚地理解你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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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有舊BNO也好 你怎麼樣 阿哥哥有什麼幫到你 你現在上來做BNO 這麼有趣 你拿過來 阿土豪 這麼有趣 首先 作為我們節目的聽眾 沒有理由不知道 我們六點至八點在做Live Show 第二 你也不需要給我資料看 你都不需要給資料看 我看了,那怎樣 看了我 這個不是BNO來的 我順便做節目跟大家說一下 大家不要以為自己一定有BNO 老實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會沒有BNO 1997年前 其實當香港政府快要回歸的時候 英國老計想踢走那波 於是他就會出了一本新的護照 他會去代替以前英國的 即是給香港那本BDTC 沒有那本BDTC 唯一分別就是 BDTC是有英國的居留權 我們是英國公民 BNO就是BITISH NATIONAL 加上OVERSEA 這一本紅色的,你看到他一模一樣 起碼和我的衣服很像 但是後面很簡單很清楚 後面的Nationality就是 BITISH DEPENDANT TERRITORIES CITIZEN 就是我們所說的BDTC BDTC其實我們一直用的那本 是黑色、硬皮的 但是 去到後期的時候 BDTC其實是轉了這一本 轉了紅色的 因為為什麼? 知不知道轉了紅色? 不知道 歐盟加油 後來因為有香港的情況 於是連BDTC也沒有了 就變成BNO 如果你是拿 것은可以 icc 如果就是只有這一本呢,哥哥 你是 是嗎? 深藍的 有哪有試過深藍的BNO 有 最初那些是 BDTC是深藍色 後來就變成紅色 BNO一開始就是紅色 從來BNO是沒有藍色過的 你說過藍色的就是BDTC Dependent Territory Citizen 沒關係 因為BNO我是第一批拿的 那些是紅色 那時候我還是戴眼鏡去拿 我還保持在這裏 順便說一下 這個可能是最後一試 這陣子很激 我真的不覺得你們自己試試 儘管去試 因為我這個快要邁向4000個人 都很激 剛才我乘搭信 整個下午我在臨開節目之前 就是跟你們打 要寫信去 因為很多朋友都沒有了 包括你父母出世時 你要求你 你爺爺的媽媽結婚證明 我不覺得你們會有 以前從來不會問的 現在是要求你給的 我不知為什麼 很清楚地確認給你的身份 即使你有過旧BNO都好 我看見一下 實在太 length 奔舟了 有個朋友說 我現在去了 他說1985年 是用BDTC 不是 他說1985年是用BNO 算是前面前面 1985年是不會有BNO的 有個朋友說 這個YXPX說 97年BNO都沒有用 Sorry 是97年BNO才有用 97年7月1日才正式用得到 那本BNO 大家要搞清楚這件事 我們香港 你不要爭論黑色還是藍色 那種色總是很深 其實對我來說 那個是深藍 或者用淺黑的形容理解 深色 我們從來是那本的 那本叫做BDTC 硬皮的 那本是英國護照 雖然那本叫做 BDTC 但是因為你是在英國 你是英籍 其實那本是簡單一點 那時候已經講過多次了 你去到歐洲去到英國 如果你不見了 或者到期 你說我要換 爛爛了 他剪掉你的角 去換一本什麼護照給你 那本叫做 BDTC 那本叫做 BDTC 那本叫做 BDTC 就是你那本BDTC 是有居留權 有投票權 完全享有跟任何英國人 一模一樣的政治權利 那本叫做BDTC 英國人 因為九七問題 他很懷疑 很懷疑 那幾百萬人怎麼搞 這個也解釋了 為什麼 以前的原居民 找不到食物 去英國 去威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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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爾斯很多 在那邊 因為為什麼 基本上他們就是BDTC 尤其是那時候 執行得沒有這麼嚴格的時候 英國人說 慘了 那怎麼辦 於是讀一條橋 我講過一百次了 就是外面BNO 這個 你們仍然是英籍的 不承認你們是英籍的 那個國家是誰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不承認這個國籍 所以不斷談 你這個拿著BNO的人 只不過是旅遊證件 但是在英國的 政府的角度來看 你們就是英籍 你們就是英國人 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 不過 你們這個是沒有居留權 在這個層面上面 他是出賣了我們 三百多萬有BNO的人 是啊 大家清楚了沒有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拿回BNO呢 第一 第一 就是因為我們是英國人 當然要拿BNO 第二 先不要說 他會不會轉BC 或者你方便 走什麼通道 什麼都不要說 特區護照是多少錢 我說什麼 說什麼 他會不會說 他會不會說 有幾次 他會不會說 他會不會說 他連價錢也已經說過 他會不會說 他會不會說 他說他會不會說 我再說一次 如果你是有資格拿BNO 而不拿的 你是一個混蛋 你是愛國 你是支持中華民共和國 不要跟我說話 我都太方便不代表我愛國 混蛋 我丟你了 你沒有資格就沒辦法 你有資格 不過貪便宜 你們就是因為貪便宜 你竟然不拿BNO 去拿特區護照 丟你了 證明你的抗共意識是多薄弱 如果我是女兒 我白鼻 做雞 和含臉 都會找到一千一二元 如果你說到 一千一二元你都沒有 你上來找啤梨 你是女兒的話 我自然有辦法 丟你了 我請你了 不收你的申請費 丟你了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你知不知道醜 有沒有廉恥 我說丟你了 沒有資格 譬如我兒子 我2002年出生 沒有辦法 譬如我們朋友 大小媽 他幾歲 一兩歲 自己當然不會認識他 一兩歲 你當然不會認識他拿BNO 走都不知道 會走未 但是他老爸竟然 丟你了 不想和他拿都不起來 老爸要做事 不知道 但老爸是含家產 是自己拿了 丟你兩個兒子 是不是含家產 是的 丟你兩個 那我們也沒辦法 但是你有資格的 我九七年前出生 在香港 我亦都有拿過BNO 這樣也不要緊 這樣也未必會被他們含家產 你愛國的 當然要拿中華 你不是一個很認真共產黨 不過 你竟然是拿特區護照 我鄙視你 而且我覺得你是一個含家產 你根本內心心處理 你就是支持共產黨 你不要說 不是啊 我沒有找藉口 你就是支持共產黨 你就是走狗 你就是出賣香港的人 丟你了 我告訴你 為何要拿BNO 第一 你看我衣服幾個名字 丟你了 大家快點買BNOT www.babymarttv.com 第一 第二就是 丟你了 我其他政治所有事情我不說 你拿出來真是高下立見 BNO 你真是閃閃新光 好像我昨天有個朋友 真的經常買煙給我的 Mr. Lee 他說打開 丟你了 你沒有金光閃閃 丟你了 那本含家產 丟你了 特區護照 真的很自卑 他還說 他的同事跟他說 他說 不是啊 李先生 丟你了 我們拿特區護照去到哪裏 好用啊 拿BNO會被人問的 就是有這樣的傳言 海關難他 第一 我用BNO 我中環四海 走遍全世界 我真的沒有被人問 最多 會補一個很nice的笑容 I will come to 不知道在哪裏 Have a nice trip 這樣而已 為什麼要說英文 因為他覺得你是英國人 當然跟你說英文 我們不是說這些嗎 我們不是說這些嗎